河北一个卖酒老板在寺庙藏经阁下祈祷 一个姓氏的扫地老和尚的一句话 让他瞬间开悟 还清两千多万的债务 只见一个七尺男儿在寺庙常规不起 老和尚问老板遇到什么问题 老板说这几年生意不好 一直都在亏 做什么都亏 老婆也跑嘛 老和尚问老板 如果把一座荒山承包给你 你会如何利用荒山赚钱 老板说 我可以在荒山养牛 再开个养羊基地 再弄些鸡鸭额什么的 老和尚说 你这点格局难怪赚不到大钱 你可以用买牛羊的钱在山上修一座庙 然后找到学校的学霸来寺庙上住香 等他们考完试 成绩单出来了 个个都是金榜提名 肯定会吸引十里八乡家长和学生来这 老板说 我知道了 可以赚他们的香火钱对吧 老和尚说 香火钱能有多少 你找到房地产开发商 跟他们谈合作 在山前修一条路 设计一个大门 建一个游客中心 门票定价120块钱 然后找到旅游公司谈合作 把门票按70元的价格卖给旅游公司 一年十万游客 那就是七百万的收入 十年就七千万 你指望放牛养养 把山上的树啃完也赚不到七千万 然后老和尚接着说 你把景区大门往山底下挪个二三十公里 等游客走到景区 天都黑了 所以他们必须坐你的观光车 你再找到运输机构谈合作 把观光车经营权承包给第三方 一年收五十万市年又到手五百万 老板听了两眼冒金光 老和尚接着说 你把景区里除了庙以外的所有景点全部承包出去 老板说 我们的门票钱已经收过了 承包给第三方 他们会答应吗 他们怎么赚钱呢 老和尚说 赚钱的最高境界就是赚别人看不懂的钱 比如那个玻璃栈倒 游客可以免费走 但必须买他们鞋套和八块钱的保险 不买不让走 理由就是防止游客滑倒和意外赔偿 比如夏天大家都爱去的冰天雪地 游客可以免费进 但必须租他们的棉大衣 十块钱一件 不租不让进 理由就是派游客动感冒 你再把景区小吃商铺经营权承包出去 每年再收八十万十年就赚八百万 然后你再招一些毕业大学生来你这工作 拉动当地就业等位 减轻相关部门工作 再找一些媒体报道 你是不是摇身一变就成了当地有名企业家了 有了企业家的头衔 你才能进入更高圈子 老和尚问老板 你知道寺庙里的香火为什么这么旺吗 老板摇了摇头 老和尚说 圈子里的某个人把现金捐给我 我拿着这个钱去买了个钟 花了几百万 这个钟是纯手工打造的 该那税那税 该扣出成本扣出成本 把剩下的钱再还给圈子里的人 这不就完了吗 老板问圈子里那个人到底捐了多少钱 老和尚说 大家捐的都是现金 早就混在一起了 这谁能知道呢 最后老和尚说 赚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 只要你的模式设计好玩 赚钱就是水到去成的事情了 老板问老和尚怎么这么厉害 老和尚说 不是我厉害 我经常研究这视频左下方营销策划36集 你可以去看看 告诉我们那些平尺看不懂的商业模式是如何赚钱的 建议做生意的老板都要去学习一下 说不定让你的生意翻一杯